OK,好啦,各位觀眾們晚安 那今天是8月26號,又到了 反正你們只要每次看到這個節目就知道今天都是禮拜天的晚上 那明天就是一個上班上學的日子了 嘿,對,我知道每次講到上班上學心裡都會有點不對勁 我也是啦,我也很不想上班 尤其我下禮拜又特別忙 喔,Fuck 喔,下禮拜又特別忙,我好生氣,我不想上班,我也不想上班 給我錢,老闆給我錢我不要上班 好吧,反正下禮拜我特別忙 你看我都把路到打哈欠了 好吧,那等等我想想看喔,上學 開學了沒有啊 大學應該是還沒開學吧 大學應該是9月才開學 呃...設計現在8月26 應該也還沒開學吧 8月26 開學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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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下大家好了 8月26日開學 順便拿個數 請特休 這種話你都講得出來 上次去了FGO費死 我已經請掉了多少天 對不對 大學10號喔 好吧 那一般中學生開學呢 小學8月29 好,各位,記壓 麻煩一下那位觀眾記壓一下 對,小學8月29 OK,好 嗯?不對啊 那8月29是平日的耶 所以8月29號是禮拜三開學 奇怪,不是禮拜一開學 大學9月10 所以一般是8月3、8月29 嗯... 好啦,反正開學也沒什麼不好啦 說實在話 開學就是比較有趣的日子吧 比較新的日子 就... 我覺得開學也沒什麼不好啊 就是過新生活啊 也很有趣啊 我覺得很有趣啊 有人說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今天8月26啊 8月26號什麼日子嗎? 8月26 沒有...沒什麼特別的日子吧 我至少...至少... 呃... 就我所知8月26應該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日子吧 嗯... 好吧 那... 我跟你講啦 開學也不用...也不用那麼難過啦 這真的啦 開學... 開學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啦 真的真的真的 開學有時候 真的是...真的是過不同的日子 嗯... 好吧 那...今天來講的話... 好...那今天...接下來... 我們會... 呃... 前半...去年推廣伊莉亞鬧鐘的日子 是嗎? 好吧 我完全沒有記得這件事情 對 好啦 我真的不記得這件事情 那... 今天的話我們就... 應該會稍微聊一下鐘章啦 那一樣等一下聊鐘章的部分 如果還沒有打完的人 那...可能也麻煩大家稍微... 避開一下下 對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 等一下真的會稍微聊一下鐘章的部分 那會有一點捏他 那如果真的還沒有打完的人 大家就自己注意一下 好不好 會聊一下下 然後... 再來可能稍微提一下 現在這個... 新年的PU卡池 跟新年的PU活動 講... 再一下來就是 接著的FGO一段時間內 大概差不多一個月多一點時間 大概都是復刻活動 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 嘿...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 所以我也可能講一下 接下來大概會有一些... 什麼事情 那... 新的活動大概什麼時候會上 可能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心理準備 那讓大家的石頭也稍微做一下心理準備 那最後的部分我可能會稍微聊一下 嗯... 日版的泳裝活動吧 因為日版的泳裝這一次我覺得算還蠻... 呃...算還蠻有誠意的 嗯...算還蠻有誠意 算很有趣 OK 好吧 那... 就先來看一下吧 好啦 先講一下終章吧 那我相信大家終章應該... 好啦我自己這邊其實... 還沒有打完 好我先講我這邊其實還沒有打完 應該說... 我是因為想配合一下簡單的錄影 所以... 呃... 反正我都知道劇情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邊其實我後面... 還沒有把它打完 嗯... 所以你會看我這邊 嗯...好喔 還沒有結束 超...超廢的 呵呵 超腿廢的 對 那... 呃... 中章的話我真的覺得... 我相信你們打完的大家應該都會覺得是... FGO第一部的真的是一個最高潮的部分 我必須要講啦 以至少到目前日版來講 主線的部分 還沒有一個地方能夠... 超越... 中章帶給大家的感動 嗯... 應該說因為中章真的是從一到七這樣一路上... 一路一路上這樣... 呃... 一路上這樣累積下來的情緒 然後在中章一次爆發出來 那... 日版目前不好說 日版目前因為說真的也才到第二章節而已 所以後面還有好幾個章節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到時候日版的第二部應該也不會太差 應該也還是... 有一定的... 一定的水準 嗯... 然後... 我先講啦 因為當時其實在中章之前吼 第一部的中章之前 大家都有在猜... 呃... 羅曼的部分 那... 羅曼的... 其實最早喔 最早最早第五章 第一次... 欸是第四章吧 呃... 第四章 第一次索羅門王出現的時候 其實就有人注意到他有一根戒指的顏色不一樣 有 當時就有人發現到這件事情 然後... 也有人發現到說... 醫生他有一段的劇情是... 馬修在說 欸醫生是不是結婚了啊 因為我在廁所看到他的那個... 的那個什麼... 就是有看到他有戒指 就是脫手套的部分 那... 其實我們那時候都很想吐槽說 那個... 學妹 你到底為什麼會看到那個... 醫生在廁所裡面 沒有... 真的沒有問題嗎? 好啦... 我知道他可能是走過去 可是走過去你要看到... 男生的那種... 就是那個... 那個距離的那個... 那個位... 位...位置 就是... 那麼...那麼全的位置 要看到那個戒指 我覺得也是有難度啦 欸有...有... 有... 有這一段劇情 可是我忘記是在哪一... 哪一段了 你們要看是哪一段 就是他說他在洗手的時候 有看到那個... 有看到那個... 醫生的戒指 洗手台外面喔 好像也可以解釋啦 也可以解釋 但是這個你要詳細問我說是在哪裡 我忘記了 對 但是... 是有... 是有這一段劇情的 洗手台在外面喔 那就廚房了吧 那就廚房了吧 男女共用的... 男女共用的廁所 好 我明天搬去迦勒迪 我明天搬去迦勒迪 氣死男女共用的... 男女共用的廁所 我還不 好 對 然後... 所以其實... 當時很早很早就... 呃... 日版那邊其實就已經在推斷說 醫生才是真正的所羅門 或者是... 醫生是魔王 應該說... 當時... 呃... 在日版的情況來講 最多最多推論的是... 醫生是最後的大BOSS 真的 當時日版最多推論就是醫生大BOSS 那原本的就是索爾門王就是他要製造出來另外一個分身還是怎麼樣的狀況 結果... 一直到最後才發現... 哇... 對不起... 其實... 醫生是好認的 對... 對... 福爾摩斯也有說過不信任醫生 呃... 應該說福爾摩斯不信任醫生其實算正常 呃... 因為就是... 羅曼他藏了太多的秘密 他藏了太多的秘密起來 所以照福爾摩斯的思考模式 他會覺得說... 你藏了這麼多東西 那福爾摩斯其實也一定有感覺到醫生不太對勁 所以他會覺得醫生是壞人 這個我覺得情有可原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 你要猜嘛... 大家都應該是猜往說... 往壞人的情況下去走 結果... 沒有想到... 好... 醫生真的是索羅門 這一點沒有錯 這一點是真的是對的 可是... 結果索羅門是... 瘦肉成為人類的狀態 然後... 我們看到索羅門結果是七十二魔神組合起來的那個... 那個... 屍體的... 應該也算屍體沒錯啦 的... 蓋提亞的部分 對 這一點就真的是... 呃... 這一點其實就是我很... 我常常很喜歡講的就是... 在寫小說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寫小說啦 或者是... 寫... 嗯... 就是這種... 故事發展 就是所謂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內 那所謂情理之中呢 就是當你看到這個結果你就會覺得說 欸... 回去推不意外 可是意料之外就是你會覺得說 啊... 居然還有這種發展的方式 所以為什麼真的是... 嘖... 第一步... 到最後... 會有這麼精彩的... 發展 對... 呃... 其實說醫生... 大家為什麼對醫生印象不好喔? 這個... 沒有明確講 這個情況下比較像是在講說... 嗯... 應該是比較有點在講... 嘶... 我覺得是有點故意在抹黑他啦 就是... 大家對醫生印象不好 有幾種可能 那第一個... 比較簡單的講法就是 其實有點劇情刻意導向 那也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因為... 呃... 醫生本身散發出的氣息 因為他畢竟是從英靈獸肉轉身為人 所以... 其他的從者可能自然... 會有一種那種隔閡的狀態 因為你不知道他實際上是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就會下意識的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不可信 對... 所以有可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 稍微講幾個特點齁 我現在稍微講... 呃... 這個等一下 那中章我覺得另外最大的一點是... 馬修那邊 我必須要講馬修那個盾的... 馬修剩下那個盾的時候 我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我真的覺得... 靠馬修不會掰了吧 雖然... 雖然我... 我當時一直覺得... 無論就哪個角度來講 馬修應該都不可能會死 對... 應該說... 不管... 不管你是就劇情發展 就... 遊戲系統上來說 因為你不可能說 你辛辛苦苦練了一個馬修 然後跟你講把這張卡刪掉 可是FGO的發展也很難講 對... 所以當時我一直都... 一直的想法就是說 應該不會死 但是他又被轟到蒸發 對不對... 就連趁熱都不行了 咳... 沒事... 對... 所以就真的是整個被轟到蒸發 我想說... 哇... 那這個再怎麼樣... 就... 救不回來了吧 然後... 然後... 結果後來就... 最後才發現 哇...結果... 結果是浮浮嘛 對... 結果是浮浮 因為剛好... 他也有講啦 因為運氣真的很好 就是... 他們是在一個不屬於... 他是屬於一個獨... 獨立的空間 就是... 這個... 索羅門這個... 最後這個浴座那邊是獨立空間 所以浮浮才有辦法把他拉回來 那... 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馬修就真的只剩粉了 對... 真的只剩粉了 對... 因為說... 剛好也是因為只在浴座那個地方 如果今天是在別的地方被轟完的話 就沒有辦法了 就沒有辦法了 對... 哼... 好啊 然後... 接下來我講幾個... 比較... 有趣的點 嘿... 我先講這個其實不會捏到後面 但是這是當時大家在推論的 呃... 我先講齁 當時其實讓大家一直最... 最... 最... 最矛盾的一個點是... 索羅門的... 第一寶具 對吧應該是第一寶具吧 就是索羅門的第一寶具 就是一切回歸天上 就是讓自己的存在回歸虛無 然後喔 這邊來囉 這邊來囉 這邊就是很大在埋的一個點 如果 索羅門真的是讓自己的存在回歸虛無的話 有兩點... 有兩點會有矛盾 第一個 是... 那個戒指 被留在了浴座上面 如果 今天 真的索羅門是讓他一切回歸天上 回歸虛無的情況之下 呃... 是應該不會留下任何的戒指 甚至連這個特異點也不會被留下來 那... 我發現你們如果現在過關的人 你們應該會發說 你們可以... 還是可以去點那個索羅門的特異點 然後你們也還是可以看到說 就是會講到說今天這個部分還在 那... 還有再有... 還有再一個地方的講法是說 如果他真的是把自己完全回歸到沒有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人會對他有他的記憶 就是... 如果他今天是真的完全消失 就是他... 不存在的情況下 就是完全讓他整個不見 就是消失情況之下 我們包含... 呃... 達文西 包含... GD子在內 就是包含所有迦勒底的人 應該會沒有辦法記得 應該不會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你會根本不記得曾經有過羅曼 也不會有記得說有過索羅門這個人 就... 對... 當時講的情況說 如果這個Arsnova就是他的第一寶具 真的是完全發動 就是真的如他所講的情況一樣的話 應該是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 呃... 所以目前留下來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還記得他 戒指還有在 那... 所以到底實際上是怎麼樣的狀況 就... 不好講 對...不好講 嗯... 這個是當時... 其實... 呃... 這個其實是當時在... 日版其實剛結束沒有多久 這個部分就已經在講了 這個部分就已經有很多人在提了 對... 這個部分就已經有很多人在提說 為什麼戒指會留在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大家也會有 對... 呃... 特異點修正會有點不太一樣 應該說特異點修正的部分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 羅曼的情況 呃... 所羅門的部分... 對啊 那當然你們也有人說 好,回歸的是所羅門不是醫生 這樣解釋也可以 對,我跟你講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 也可以 你硬要講當然可以說 喔,因為今天 羅曼是所羅門轉世成人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記得他 那... 這種東西就是 反正我們都知道啦 就是故事這種東西就是 他們一定都會留一些伏筆 不會寫死 所以你今天想要怎麼去 繼續去延伸 都有辦法 對 而至於玉座上是聖擊沒 這個我就不確定了 這個我就沒有特別去擠了 所以... 那... 我這個地方 就只能說 呃... 呵呵...對 那... 如果大家對於... 呃... 大家對於... 嗯... 這個劇情感到什麼的話 我必須要講啦 現在日版的玩家 每個也都在期待啦 呃... 日版的玩家 也都在期待 那... 至於依照目前的劇情呢 呵呵... 啊... 我只能說 如果... 如果... 哪天... 好不好 我...我現在先不管 今天... 就算他召喚真的出來的話 是蓋提亞也好 是羅曼也好 是所羅門也好 我只能說 這個... 卡池如果出來的話 會... 很可怕 我跟你講真的 這個卡池出來 應該會是 FGO 至今 最恐怖的一個卡池 如果知道他現在劇情這樣子 不斷的在買 然後不斷的在... 塞這些東西 呃... 應該是會是最... 最可怕的一次卡池 而且... 呃... 羅曼的戲份 其實一直都還是有在給啦 都還是...呃... 比如說給應該說 都還是有在...呃... 比如說像是禮裝啦 或者一些活動的部分 都還是... 會讓他有很多... 的... 的... 那出場的戲份 對 那其實... 也沒有什麼好劇透 因為現在日本來... 日...日版的狀況也還... 大家也還情況未明 對 也還情況未明 所以大家也都不知道 對 所以只能說 好啦 這個... 這個真的就是 讓大家等那一天吧 呃... 所長的部分 就... 比較... 微妙了 我也是一直覺得 所長會出來啦 我坦白講我一直覺得 所長應該會出來 可是所長就... 沒有那麼強的劇情張力 嗯... 所長我覺得沒有那麼強的劇情張力 而且他出來 現在用什麼... 什麼身份出來 就... 不好說 呵... 那當然第二部 目前是有一個角色 大家有在懷疑是不是所長 但是... 現在也還是... 呃... 什麼未明 啊我剛剛有看到的觀眾說 有件事想請我幫忙 欸... 你再私訊到我粉絲團好了 對 因為現在... 現在的... 對話很... 大家聊天室很多 所以沒有辦法回覆你 你要的話 麻煩一下粉絲團跟我私訊一下 好不好 OK 好 然後所長部分大概是這樣子 嗯 然後... 羅曼醫生 第一部終於結束了 對 第一部終於結束了 不錯 真的覺得... 好啦 那... 呃... 這是好... 這是好事 但是我先稍微講一下 往壞處想的話是 呃... 接下來啦 呃... 一年之內 大概差不多一年之內的FGO的主線部分 因為是採用比較接近於外傳的方式 就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主線的推進的進度 所以... 接下來一年內的劇情 嗯... 有些很有趣 但是比較不會讓你們有這麼大的... 就是... 不會有這麼大的...感觸 因為它不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故事 它是... 接下來一年五部算是四個片面的支線故事 嗯... 好啦 再加上一個... 還可以再加上一個CCC活動 那這五個基本上就是五個... 超大型的副本 但是沒有...沒有連貫性 沒有連貫性 沒有連貫性 所以接下來大概真的是一年之內... 要再體會到... 這麼... 應該說要再體會到這麼這麼棒的主線部分 就可能麻煩大家要再多擔待一下 要再多擔待一下 不是說不好 而是說... 再怎麼樣接下來劇情就是比較片段式的 就是你過了這個... 你情緒過完差不多就... 就過了... 不過老實講 1.5部我不覺得差啦 其實我很喜歡1.5之1之3 嘿 2.4就稍微我覺得可惜一點 不過... 嗯... 就... 反正就是他們電檔用的一些劇本啦 欸... 我想想看齁 那中章部分... 差不多吧 1.5不是蘑菇寫的 1.5我記得有... 冬初 然後有那個星空嗎? 欸是什麼星什麼的 然後... 有一個好像是陰景吧 哼 欸... 有點忘了 有點忘記 反正我記得四部是不同人寫的 1.5的四個 四個都是不同人去寫的 欸...好 那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中章的部分大概這樣吧 應該中章應該大家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看一下 偷看一下 2.4 中章... 中章應該就差不多了吧 大家感動感動完了 哭的也該哭完了 然後想課金的也課完了 課金之後又哭的也哭完了 那課金之後後悔的也後悔完了 恩... 好!沒問題 我想中章應該差不多就... 就...就這個樣子了吧 恩... 好吧 然後... 接下來接下來... 來看一下喔 好吧... 這個... 課金... 課金... 一定有啦... 怎麼會沒有人課金... 你們以為我每次課金後都不會後悔嗎 我每次課金嗎 我都躲在棉費裡面... 深夜滴淚啊... 我...都是真的... 為什麼我要衝我到底在做什麼蠢事 我為什麼那麼白癡... 其實每個夜夜... 午夜夢迴的時候我都忍不住滴下男兒淚 好... 然後呢... 痾... 新年PU卡池的情況之下 欸... 欸... 我稍微講一下吧齁 新年PU卡池的狀況 為什麼我會說如果你們要抽福袋的人 麻煩請等到9月3號之後再去抽 好不好 那... 因為... 9月3號是福袋結束的那一天下午 那萬一你們剛好在這幾天 假設你接下來好嗎 假設你接下來說你想抽伊莉亞 想抽征服王抽兩儀式 抽版田金石抽獅匠 抽伊斯塔 然後你不幸在9月3號之前 你剛好... 好的你抽福袋負名 然後結果你又不小心在抽伊斯塔的時候 跳出一隻孔明 你絕對會幹到飛天 你絕對會氣死 你絕對會崩潰 所以為什麼我會跟你們說 你們最好等到... 有確定 因為9月3號之前這些所有的限定的卡池 會輪過一次 所以把你們要確定要抽的角色抽完之後 然後再去補福袋才是正確的做法 不然你真的是到時候有可能會... 會覺得我幹嘛... 早知道誰幹嘛那麼早抽福袋 真的是神經病 OK 好 然後... 然後... 我看看... 我剛好看... 有人說金石的巔峰期已過 沒有啦 我覺得金石沒有 金石還是很好用 我認真講啦 我認真講一句話啦 呃... 我知道大家都會去參考所謂的APP Media的一些... 五星的評論或是五星強弱 那... 還有各方面的... 呃...比如說像是五星強度那些 其實都很複雜 我還是必須要講那些... 嘖...那些東西 真的就是參考就好 就像... 你們在看我的... 比如說你們在看我的五星英靈指南 我也會跟你們說 你們就參考就好 那... 因為不管怎麼樣 真正的最後狀況還是決定在你們手上 你們的體感會有差 那... 像... 簡單來講像是最近術師這樣出來之後 整個綠卡是往上飛天 那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好用 我覺得很多時候還是... 大家還是要去... 想一下啦 因為講白一點 像比如說今天術師醬的情況來看 第一個 術師醬第一個 一定要練技 那... 術師醬的素材又很難拿 真的你今天為了這個 你拿到一隻術師醬的... 的帳號 你也不見得玩得很開心 因為你只會... 他媽的你只會發現 媽的我術師醬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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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六十到七十級都會卡 我連技能都開不出來 更不要提我技能都不能練 就是其實... 很多時候你在看所謂的... 角色的時候 這些也要考慮進去 特別是新角很容易卡素材 那些素材又有的時候 不是那麼好拿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真的是... 你們在選的時候 也是必須要去考慮的 那再加上即使術師醬強度夠 他也必須要吃你打手 因為術師醬幾乎就是綁死所謂的... 雙術師醬 就是你一定左邊一個術師醬 右邊擺一個術師醬 然後我就躺在中間好不錯 對 所以結論上來講 你還是需要一隻強力的綠卡打手 那你綠卡打手說穿了 你沒有寶四寶五以上的 像是比如說狂籃啦 炎枯王啦 特別是炎枯王你搞不好二十幾單你還拿不到 然後像是比如說 那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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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帕爾瓦帝啊 類似這種真的強力的綠卡角色 或者是像阿基里斯 其實阿基里斯沒有很適合啦 坦白講阿基里斯我覺得沒有很適合 就是說你必須要配合這樣情況 所以 好不好 真的看看就好 我...真的覺得啦 這個遊戲... 真的好用的角色 賴光 孔明 呃...金閃閃 梅琳 這幾隻真的好用又好練 差不多就這樣了吧 這差不多就這樣了吧 對啊 所以我才會說 像你們剛剛講到金石 我覺得...金石還是很強阿 我真的覺得金石還是很強 我跟你講我不說別的 金石光是自衝NP50 直接可以配黑聖杯 然後一斧子劈下去 那個就很猛了 那個真的就很猛 特別要提... 像是之後有高...有強大周回的時候 你第二波尾王或第三波尾王的時候 真的金石那個打下去 真的是很夠 那你不要提說如果今天敵方第三波 是三隻擺在那個地方 你假設今天你沒有高寶賴光 或是高寶金閃 你搞不好射下去也射不死 不見得比較快 所以... 嗯...可以 我覺得金石還是可以抽啦 金石真的是可以抽 對 不過有人講... 就讓我喜歡 對 雖然他是玻璃大砲 他還是大砲 對 雖然他很玻璃 但是大砲打在你身上 你還是會死 嗯...還是會死 還是會死 好吧 那...反正武藏結束了嘛 之後還有一次 然後... 雞加美修就是現在 然後... 等一下晚上12點過去之後 就是兩儀式 嘶... 欸...兩儀式之後好像還有一次機會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呃...兩儀式喔 兩儀式我反而是真的覺得 未強度沒有什麼必要抽 可是... 他的模組很精緻 而且兩儀式三套的衣服差距很大 嗯... 嗯... 我會覺得兩儀式 就是補圖劍來講抽起來還蠻不錯的 嗯...他的衣服真的很漂亮 然後再來就是... 征服王 呃... 征服王... 我記得應該是這一次的時候寶解吧 然後他有順便調NP率 基本上征服王的火力非常非常的高 純潤... 呃...純潤瞬間輸出來講 征服王是... 五星賴打裡面 就是群體賴打裡面最痛的一個 那... 他的NP率後來也有偷偷被官方... 修改過 所以修改過後的NP率也很漂亮 再加上我記得征服王... 這一次出來之後 接下來就... 再也沒有出來過了 應該是啦... 我幫... 可能大家幫我確認一下 我印象是征服王這次出來之後 好像就再也沒有了 呃... 那日版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復刻過 所以... 如果想要抽征服王的話 那真的你們就... 只能看... 只... 就是真的是這一次 對 應該就是這一次新年寶解 對 然後順便調NP率 對啦... 就是他兩個是一起... 一起同時進行的 所以... 我會覺得... 要抽征服王... 呃...不要等... 不要等... 就現在了... 真的...就現在了... 你現在不抽... 沒有機會抽了... 好不好...抽起來... 我絕對不是官方派來的打手 哈哈... 另外真的... 的... 课起來了 但服袋不算啦 服袋這種東西... 賭印區的東西不算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就說 真的要... 要服袋的話... 嗯... 就是要征服王... 現在把它抽起來 不錯 還是可以用啦 還是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是... 伊莉亞 伊莉亞之後 至少還會有一次 呃... 我記得是雪下誓岩 就是... 那個時候聚場版上的時候 會有復刻一次伊莉亞 所以伊莉亞如果還想等的話 可以不用那麼快 伊莉亞可以燒 啊!抽抽再攻雙一下我自己的影片 好啦,沒有,業配自己的影片 對,那上次之前我跟你們講過那個白白的伊莉亞汁 的那個Vlog 我已經,今天已經放到Youtube上去了 大家趕快去看 看看到底伊莉亞,伊莉亞汁好不好喝 對,看看伊莉亞汁好不好喝,快去看 好,然後板田金石就像我們剛剛講的結論一樣 結論一樣,玻璃大砲 玻璃大砲還是大砲 所以還是很猛 好 然後獅匠的話 嗯... 獅匠喔 獅匠嚴格講起來 因為接下來 1.5步之後會加入一個新系統 叫做Blake 就是對方的血量會變成多段性的 講白點就很像 他會鎖血啦 比如說你現在先把他血條打到這個樣子 然後他一定,你沒有把他一發打死 他還會再補滿一次,你再打一次 所以 獅匠的情況的話 就是他會 他最擅長的領域就是一發射死對方 會稍微變得比較弱勢一點 但其實也沒關係啊 你就帶個寶石翁突滿的開場先射一槍 然後再讓兩隻孔明上來再補滿又可以射一槍 所以 他還是可以射掉人家兩條血啊 所以也沒有問題 其實也不是什麼問題 坦白講啦 我就跟你講FGO這個遊戲的遊戲性已經夠爛了 這個遊戲的難度已經他媽的夠低了 你看看有哪一款遊戲所謂的高難度 基本上吃個令咒 選個金閃閃好友 保五賴光八八八就可以打過去的遊戲 一定是不用動腦的一個極限了 所以 說實在話 就算大家說獅匠會被Blake影響 我跟你講啦 也沒有影響到哪裡去啦 照樣上去 兩隻孔明配上去 學妹配上去 補一補,東補一補 西補一補,無敵上一場 嘲諷爬一把 一樣打得過啦 我跟你講沒有吃醬打不過的關卡啦 我跟你講這是很現實的狀況 所以我就必須要跟你講說 真的不要 有的時候真的不要被一些很多的情況被 也不能說被誤導 就是不要被 過度影響 就是大家跟你講說 好像怎麼一發 一發男 一發女 然後到後來就不能用 我跟你講 真的沒有這回事情 沒有這回事情 就跟你講FGO這個遊戲難度低到 一隻BOSS就可以靠一個好友雪塵B露把他打死的情況之下 你們真的覺得這個遊戲的難度有那麼高嗎 你們現在玩到現在 FGO這個遊戲喔 最麻煩的情況之下 九成就是在怎麼樣快速周回啦 真的在怎麼樣快速周回 除此之外 真的沒了 真的其他情況之下 真的都 簡單很多 真的就簡單很多 好吧 反正 反正結論上來講就是說 真的不需要被大家說什麼Blake系統出來師匠就沒用啦 什麼Blake系統出來啊 金石就沒用啦 別傻了 還是很多 我跟你講還是很有用 還是很有用的 真的 OK 好吧 然後 再來就是 伊斯塔 伊斯塔反正一天到晚 在PU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概他上輩子欠了很多錢吧 我們也知道可能伊斯塔的家技是 好 那 伊斯塔 我記得的是 就算現在你不抽 然後接下來 日版是 多少 接下來會有一個女神卡池 然後 女神卡池那邊伊斯塔還會再上來一次 對 所以伊斯塔還會再上來一次 就 不需要急著現在抽啦 對 如果你真的 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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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想要的話 那現在剛好 不好 不小心你錢包又爆炸了的話 嗯 嗯 所以就等吧 對 OKOK沒有問題 就再等一等 可以啦可以可以 然後 功本武藏又上來一次 呃 9月3號我先講齁 9月3號的話 比較特別是9月3號 會有2017年的新年PU卡池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補 就是你去年那個時候還沒有進來的話 你們想要補2017年的 概念禮裝 就要趁這一天 因為 除了這一天之外都沒有了 對 所以你們就 你看後面都沒有 後面都回到2018年的 所以 呃 2017年的新年概念禮裝 我記得有一張學妹 有一張是 就是 拿那個羽球拍吧 然後穿和服的學妹 然後 四星的是哪一張 我有點忘了 然後 三星是2017年的平穩 那那一張是有 有 單獨有 醫生在上面的 不過好像 友情抽抽得到啦 所以你們也可以 友情抽去 去把那張抽回來 因為那張算是 紀念醫生的 醫生的一張禮裝 可以把它 拿起來 對 然後四星那張 我有點 有點忘記是誰了 五星應該是學妹那一張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補 2017年的禮裝 就趁這個時候了 對就趁這個時候 欸 接著的話 然後 9月3號 這個大暗鍋卡池 我覺得不要想了啦 這個大暗鍋卡池 我跟你講啦 這麼多一起PU跟沒P一樣啦 這麼多一起PU跟沒P一樣 我唯一想得到的就是 9月3號那個卡池 可能就是給你的 比如說 你有什麼石頭帳號之類的 然後在那天可以一口氣抽到好多角色之類 類似這樣子 不然我就覺得 2017年9月3號那個卡池 實在是 正常 正常 腦袋正常的人 應該不會想去抽那個池啦 腦袋正常應該不會想去抽 然後 後面四個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覺得後面四個很奇怪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又會輪一次公本武藏 雞家美修 兩儀式跟征服王的卡池 對 我相信大家 沒事 就是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明明就輪啦 因為照理來講 應該是最後一次公本武藏 9月4號結束就結束了 就應該不會 怎麼會再輪一次 這個部分是 當時因為 日版 我有點忘記是 就是 好像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課金有問題 如果印象沒錯 就是兩年前的新年那個時候 日版在課金有BUG 然後就是很多人會課不到金 那剛好那是前三天出現的一個問題 所以 後來 他就特地把就是有出問題的 那三天 然後就是 再把它 延長 對 我 他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因為 真的是因為 課金出問題 對 所以他們才延長給你 對 延長課金 反正他延長他也是賺阿 你傻了嗎 他延長他也是賺阿 他不怕你不課 只怕你課不夠多阿 對 這是當時的狀況 我看有一個觀眾說 全部都沒有隨便誰都好 這是大雜鍋 不對阿 如果你全部都沒有隨便誰都好 你把石頭留起來吧 我覺得你把石頭留起來 比較實際一點 對 喔對 說到這個 你們有人講過 因為這兩天也有人在說 那個 那個台灣聽說有人被鎖對不對 對 好想聽說台版IOS 是鎖哪兩家 郵局跟 台銀還是台銀 好像是台銀吧 台灣銀行 對啊 大家都說一定是黑羽跟懶貓的錯 不懶應該不是懶貓的錯啦 懶貓其實沒有什麼在課台版 應該不是他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黑羽的問題 好明天去嗆他 一定是黑羽的問題 好吧 台灣銀行 那反正就換一家課吧 就換一家課吧 也沒有差 福袋還是該抽啦 福袋就抽一抽吧 福袋就抽一抽 嗯 也是OK啦 其實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發現 其實我 其實我沒有那麼愛抽卡 說實話啦 我自己 我自己大概 其實真的就是 嘛 有 有抽到就好啦 我自己的標準 真的是有抽到就好 那如果真的沒有抽到 我大概是四五單 我差不多也就會停損 對啊 我是沒有很愛抽卡啦 因為之前 之前我還收到有觀眾跟我說 爹啊 你要不要多抽一點啊 對不對 你再多抽一點啊 抽個五丈十啊 我超想回他一句 幹你 你都不給我錢我來抽啊 氣死 對啊 我是覺得真的就還OK啦 我沒有很愛抽啊 我認真講 我認真講我沒有很愛抽卡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覺得你們真的對我有誤解 你們真的有對我有誤解 我除了賴光 我說真的 我從頭到尾除了賴光 我想要抽寶五之外 我真的沒有特意說 哪一次想要把他抽高寶 或是怎麼樣要去抽 這個 這個我必須要講 真的是真的是認真 我大概好啦 我的問題其實大概就是 每一個卡池 我大概都會丟個一兩單 湊一下熱鬧 或者是 呃體驗一下 但是 BB我也才抽三單啊 不是坦白講 坦白講BB我也就抽三單而已啊 好啦我知道你們有些情況 可能會覺得三單很多 但是 我覺得啦 比較之下 比較之下 你不覺得 我抽個BB三單好像也很合理吧 是吧 然後 好啦我今年真的抽比較大的 大概就是 黑松田了啦 黑松田那時候其實是抽到 有點賭氣 黑松田是有點抽到賭氣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有點後悔 黑松田我是有一點點後悔 然後 雷蒂是真的我也 我也 我也抽了不少 也沒有抽到 所以我最後 我最後 我最後就停了 我最後就停了 就 還好啦 三單喔 三單很多嗎 完了完了 我們價值觀已經崩壞了 差了差了差了 價值觀崩壞了 三單有沒有很多 我覺得很微妙欸 三單到底多不多喔 三單到底多不多喔 可是 可是我要講啦 呃 那好啦 這句話我先 我先講一下好了 就像我之前講的一樣 因為 我這邊稍微提一下就是 我先講喔 這件事是不好的 但是你們不要學習 也不要去想 呃 因為我先講 我很喜歡 賭博 我算蠻喜歡賭博的 所以 基本上像我自己以前 比如說去所謂的 拉斯維加斯 或是去像我之前去 去拉斯維加斯 那 我自己像我去玩的話 我一個晚上差不多 我自己給自己 就是賭博的上限啦 就一個晚上的上限 大概就差不多是兩三百美金 其實差不多就是三單多啦 三到四單 所以 呃 所以基本上我這邊 至少我會覺得說 嗯 就還OK 就是如果以作為賭博的 娛樂性消費來講 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 接受的啦 就是 因為本來就是 因為剛才這樣講好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可能 我的目標不是為了要賭到 或是抽到 我的狀況應該是要 娛樂 對 我的狀況是要娛樂 我就是娛樂費 你懂嗎 就是輸光就輸光 好啦 輸光我也會靠北 我會一面賭 這什麼為什麼 這個牌為什麼 為什麼我好不容易 不利之後 然後對方21點 對不對 我好不容易Double的時候 然後就爆牌 我明明就是1跟9 然後我Double 為什麼會給我一張2 就是會有這種狀況 對 所以 賭博會不會回本 我覺得 要看 賭博會不會回本 我覺得要看 要看你 是不是真的想去認真玩 還是你是想去娛樂的 呃 我必須要講 賭博你想要認真玩 很累 你就真的 玩起來不會很輕鬆啦 嗯 那 那如果你只是要娛樂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 那 不過現在嚴格來講 你真的如果 呃 賭場 想賺錢的話 一般 還是去打Poker吧 就是打Texas Holden 我覺得 Texas Holden 因為沒有莊家的情況之下 呃 不管你是打Tournament 還是打Cash的 算啦 Cash我打 打不起 Cash太貴了 Cash我打不起 所以我建議 如果真的要打去打Tournament 呃 打個前幾名 其實就可以了啦 像我之前有打到第三名過 好像獎金就有四五百美金吧 對 獎金就有四五百美金 不過也沒有多少 說實話 你虧虧還是就知道就回去了 對啊 就可以試試看 好吧 那 反正新年皮膚卡時 大概就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就自己抓抓時間吧 然後 後續的復刻活動 那 稍微講一下 因為接下來 我先講 接下來的狀況是 都是在於 比較多都是在復刻的部分 那 接下來這個部分結束之後 就像我之前講的一樣 大概這個禮拜 五月禮拜 如果我們把禮拜天 當作是第一天的話 就是這個禮拜尾 也就是差不多 比如說八月底 或者九月初 那那個誰 山翁應該就會出來了 那 會不會是 快一點可能九月一嘛 就我講一下 那慢一點 可能九月三、九月四 那基本上山翁就會出來 那山翁出來完了之後 差不多在一個禮拜 大概九月三、九月七、九月八 或是再往後一點點 那應該會有月神復刻 對 會有月神復刻 那月神復刻完了之後 又會接上監獄塔復刻 那你又有伯爵可以抽了 然後監獄塔復刻完了之後 我記得差不多 再過一陣子 差不多十月 應該差不多十月初的時候 會有情人節 對 就會有情人節的卡池 就會有情人節卡池 然後差不多情人節卡池完了 才會到 1.5步的第一張 嘿就是 新速亞種特異點 那新速亞種特異點 我目前抓大概是 抓在十月中左右 對差不多抓在十月中 也就是差不多 你們接下來 在差不多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多一點 或是快兩個月內 不會有新的 不會有新的 呃 應該講 不會有新活動 因為 月神基本上差不多 那 那 監獄塔也差不多 情人節活動 跟上次的很像 雖然會有新東西 那也會有一些新變化 但是情人節跟之前 也差不了太大 所以真正的新東西 真的 你要差不多要等到 1.5步第一 亞種特異點的新速 那差不多也是要十月中了 那十月中之後 這個活動完之後 就會差不多 十二月應該會接上 是十二月吧 我有點忘了 還是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一月 那因為之後中間還會卡一個 白色情人節 然後再來才又是 那個 咕噠咕噠本能4 呃 咕噠咕噠明治維新 欸明治維新還是本能4 咕噠 反正咕噠咕噠系列 然後咕噠咕噠系列完了之後 才會到CCC活動 那CCC活動的話 應該也是年底了 所以照目前的狀況來看 接下來的半年內 就是一直到年底之前 大概會比較多的 都是所謂的復刻活動 那我這邊 應該復刻活動 我還是會出一些注意事項啦 那只是說 如果太相似的地方 我可能就 會讓你們回去 可能參考一些 呃 比較舊的影片部分 那當然活動復刻 你們還是可以拿到一些 所謂的 素材啦 這些部分是不用擔心 那活動復刻 拿起來 也算方便啦 依照現在大家 戰力去打 也都算方便 所以 不用太擔心 只是說 這半年之內 因為我知道啦 大家 以當時日版的情況來講 就是大家在體驗完 終章 特別是終局特異點 這麼感動劇情之內 然後接下來的半年 其實大家就是 還蠻多抗議的聲音啦 因為就是 比較多在復刻活動 那漲草時間也比較多 大家就覺得說 好像都在拖時間 嗯 只是就跟大家講一下 稍微 對 稍微 這半年 這幾個月內 要稍微忍耐一點點 對 稍微忍耐一點點 反正就存存錢吧 呃 接著的話 嗯 那接著差不多 大概就 這樣吧 嗯 接下來差不多這樣 好吧 那 稍微最後一點時間吧 稍微來 聊一下下 呃 日版的泳裝部分吧 日版的泳裝部分 我還沒有完全把點數打完 那 啊對 有人講到日擴展期 因為其實當時FGO 是一直預計 一年就收掉的 對 這個我稍微又再 又再岔回來一下 因為當時最早的 Delight Works 跟Aniplex 他們的預計喔 原本的預計是 FGO是個一年期 就是到終章 也不能講一年啦 也是兩年啦 就是 終章一年多 就是終章結束 就 結束了 然後就沒有後續 可是呢 他們沒有想到你娘親了 這個遊戲怎麼賺成這個樣子 賺到半夜睡覺 嘴角都會笑 那 居然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說穿了 對商人來講沒有 沒有道理 就是 有錢賺的東西 沒有道理繼續把它延續下去 所以1.5部這一年 說穿了就是在拖時間 就是拖時間 給他們後面 繼續把這個故事延伸下去 然後在系統面 可能做一些狗屁倒造的更新 然後連Skip都還沒有的更新 所以嚴格講起來 為什麼中間這一年 會比較 會比較覺得 有些沒有那麼的 大突破 大概主要原因 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樣子 對 因為當時真的是 絕本是打算一年 對 你想要他收 索尼還不會讓你收耶 對啊 索尼怎麼可能給你收 賺成這種樣子的遊戲 太可怕了 真是太可怕了 幹 FGO這個遊戲 我當時最早沒有玩 也是因為每個人 都跟我說FGO很憤 這種憤慣你為什麼要玩 啊 沒有 FGO當時原本真的沒有要經營很久 沒有 恩 應該說 其實現在來講FGO就很大一定程度 變成了各個FATE 或是行樂世界觀嘛 拓展 不說別的 你看FAP的後續 也在FATE裡面出現 那空之境界 也用空之境界的名義 某種情況下 延續了 就是原本兩儀式的後續的一些東西 那大家接下來也都很明白嘛 月姬Remake 對不對 那個月姬R嘛 那個月姬R 那個從什麼時候開始說 我記得從三四年前 四五年前 概念圖就出來了 到現在不要說月姬R了啦 那月姬R的那個 R的那個D畫 都還沒畫下來 對 所以我覺得 到底月姬R跟月姬合作 誰會先上呢 對 他R了好幾年了 對 所以 恩 所以搞不好月姬R 也會先用月姬合作來帶個頭 然後再出個月姬R 這種事情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啦 那接下來 反正行月底下本來就有很多東西啊 還有包含像是鋼之大地啦 那 或者是什麼魔法史之夜的後續 我記得魔法史 我記得魔法史之夜後續也有說要出了吧 我記得當時有消息也沒什麼後續 那反正出個青子長得跟獅匠有87、8象也沒什麼問題啦 對 這種東西就 就 就 要怎麼搞 對還有幻想嘉年華 幻想嘉年華就可以出一個穿Aloha襯衫的狗哥完美 對 反正 就這些 他們能搞的東西真的就很多 反正 他們說穿哪 真的現在這種東西就是直接把它放在 放在 FGO裡面 就慢慢讓他去擴展他的世界 反正大家就買單嘛 這種東西就是只要大家買單 我沒道理不出啊 對不對 我又不是傻了 好 好吧 那稍微講一下吧 日版這次的泳裝活動我個人覺得真的很滿意 對 那這隻日版 雖然 有 有一直 這隻日版的泳裝部分啦 一直讓我有點所謂的 涼宮春日的八月 無盡的八月的那種既視感 不過 很有趣 而且光是這次日版的禮裝 好吧我這邊可能稍微 偷偷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也不用偷偷啦 也沒什麼好偷偷的 稍微等我一下喔 這次日版的泳裝來講 大致上來講 最大的情況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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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落 就是農起來有點辛苦之外 但是日版這一次他很多地方 我覺得做的很有趣 你說FHA 對阿 他也是有點類似FATE 那個HELLO ECSTASIA的那個 輪迴的概念 沒錯阿 沒錯阿 他這次是有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這次的部分 那 那 OK 對這次的劇本是鞠躬 鞠躬死血的 欸 清楚是鞠躬死血的 那這一次最大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一點是 因為這一次他基本上是 所用所謂的 KOMIKE 他就是 他的概念主題就是KOMIKE 就是所謂的 那個 同仁制集獸會 所以他同仁制集獸會 有去到說 呃 他的概念就這樣啦 反正這次日版的泳裝 你說泳墟 好我簡單來講一個 劇型的概念就是 他這次的劇型就是 我們 我們GD子 那跟著 慈木啦 就是帶著一票人 那到了 到了 這個被合併的夏威夷島 那這被合併的夏威夷島呢 我們有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必須要拿到 第一名 就是我們在同仁制販獸會上 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得到聖杯 那 才能夠離開這個回圈 如果我們拿不到這個聖 拿不到第一名 拿不到聖杯的情況之下 那 那我們就會不斷的被送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七天裡面的第一天 那 送到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自己會有記憶 但是其他人沒有 就是只有我們這一票人 那這個事情是怎麼造成的呢 基本上是跟BB有關 跟BB 跟合在他身上的 呃 的那個 夏威夷女生 芭蕾有關 那 最後你會知道 其實這個故事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 他除了芭蕾之外 還有一個外星的邪神 呃 等於BB是一個邪神複合體 那 最後反正我們就打倒了BB 一切回復到了完美的故事 OK 簡單 太好了 我把這一句話直接縮短在 縮短在五分 縮短在 縮短在30秒內解決 我真是天才 好 反正結論上 結論上 結論上大概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中間 他主要好笑的 就是在中間的一些對話 然後包含像中間一些梗 那像是 像是一些 圓桌騎士的 的一些東西 就是各種各樣 好笑的東西 然後我說這一次 為什麼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 是 他這一次就是 因為 他 做的是所謂 爆雷爆雷 這不是都快結束了嗎 這活動都快結 結束了好嗎 對啊 然後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 比較有趣的部分 是 因為他是同仁制販售會為主題 所以 每一段 所以就是說 每一天結束之後 就是每一次的輪迴 我們都會做出一本書 然後 我們都會用這本書 來看能不能拿到 能不能拿到第一名 類似是這樣 這樣子的狀況 那 他比較有趣的說 他每一本都給你 他每一本都有給你 他到裡面都會有解說 對 像這一本就是 印度兄弟 叫做 卡雷萊斯 就是 卡雷萊斯這個部分 讓大家稍微 大一點點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對 卡雷萊斯 這張的構圖 我是覺得有點像是 是不是超人啊 我覺得這張的構圖 給我的感覺很像超人啊 那我不知道這張的梗 是不是超人 來 右邊就很像超人啊 左邊 左邊 所以是超人大戰誰啊 我也不知道 蝙蝠俠嗎 好吧 反正這張的構圖就 那右邊他也會去 有時候會很大量的東西去 解 解說就是他這個是在講什麼 那他這邊講的就是說 講的就是他們兩個人的一些事情 這樣子 這個梗是超人打蝙蝠俠 是嗎 OKOKOK 好 然後我還沒有拿完我好像還差兩張吧 那還有包含像這個啊 格鬥漫畫 這就是馬爾大跟那個 那個誰啊 就是空手對戰嘛 你看 飛燕的牛若丸 無刀曲的柳生 王拳被奧武夫 就是各式各樣的強敵 還有最後站在那邊的就是 炎流左左目小次郎 對 那這邊 可是這一張的圖的梗 我就 呃不確定是在哪裡出現 對 呃這張圖的梗其實我就不是很確定 他的原本是參照哪一張圖了 對 還有像比如說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也很可愛 這張叫做媽媽的咪咪 媽媽的咪咪就是媽媽的耳朵 不是咪咪 耳朵 對咪咪就是耳朵的意思 所以這張就是所謂的受控本 受控本 嘿 那後面的 後面的那一個是那個小剛 嘿後面那是小剛 然後 那那張圖是任牙嗎 可是我怎麼 他這是任牙喔 喔 那張這原來是參照任牙 好吧 我可能到時候到時候要看一下那張圖 然後 右邊就是布迪卡嗎 左邊馬塔哈利 然後前面的就是傑克 後面就是小剛 對 那很可愛 可是你看這邊其實他有講喔 這邊最後有講 NOW MUSIME NO JACK 他最後有講 他說最後他說 前面那一隻 前面的那隻傑克講 其實是異世界轉移過來的人 然後從迦勒底LAMDO 就迦勒底樂園過來的時候 然後變成了貓咪族的女孩 對 這邊 這邊他有講 特別提到 那這個故事基本上就是 兔子族跟狐狸族的兩個媽媽 還有熊族的爸爸 還有那個貓咪族的女兒 這樣一家溫 溫馨的故事 幹 氣死我我也想當爸爸 可惡 看到這兩隻獸我還不 好 沒事 反正就是這樣一個可愛劇本 然後 其他的話 還有像是這個啊 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惡搞那種 這個我不知道梗是哪裡來的 是那種大小姐學校吧 就是那種 壞女人的大小姐那種風格 對 這張也是這樣子 然後 就他們兩個吧 你也知道零跟那個誰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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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欸 他的名字裡面有沒有 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反正他就是那個女主角 就是那個 右邊那個 我突然想不想 路維亞 對對對路維亞 路維亞轉身進了這個少女遊戲裡面 然後他就 這少女遊戲他就會活用他的摔 摔角技 然後要逆轉這個勝負 對 反正他就是轉身到這個少女 少女遊戲裡面 他這邊就會有一些解說 然後其他還有像這個啊 這個啊 啊 眼具魔人的 Melangora 可是這個我就有點看不太懂 這個就是又搞什麼東西 對 反正他們就是 反正他們出的每一本書 都會有各式各樣的那個 各式各樣的解釋 然後像這個也很有趣啊 對 然後像這個就是講說 這種就是一般的 那種 怎麼講 後宮漫畫啦 對就是我們是一個主角啦 平凡的主角跟女主角之間 羈絆越來越深嘛 那我們會遇到一個有靈感體質的女主角 就是好幾年沒見了 那就是右邊的艾雷 然後左 然後 隔壁的前輩 前輩姐姐 就是 姐姐姐女主角 就是賴光 然後還有一個是 因為戒 因為就是戒著躲雨 然後一見鍾情 然後有著 那個 那個 跟蹤狂特質的青雞 對 這個也很不錯 我們不能一起學習 對 我們不能一起召喚 對啊 可是 老師呢 我表示 我表示 我 我是 老師派的 對 兩個並交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們不能一起 就是不能一起 我們真的沒辦法一起召喚 所以就這樣很有趣啊 那 他們有說嘛 這個學校有著什麼 在傳說的樹木底下 召喚某個戀愛腦的女生 然後你的戀愛就會實現 那這個梗應該也是從那個什麼來的啦 呃 Dokimeki 就是 純愛手札 我覺得我現在講純愛手札 這邊觀眾應該沒有多少人知道吧 我認真講一下 純愛手札這邊觀眾有多少人知道 你知道這款這款遊戲嗎 純愛手札 哇 當年 當年也是玩得很瘋欸 我當年真的玩得很瘋 純愛手札 你看你們這些 年輕人 呵呵呵呵呵呵 純愛手札真的是當年經典 然後你們還有那個 純愛北斗神拳 有興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純愛北斗神拳 也蠻有趣的 他歌怎麼唱來的 我有點忘記了 Doki 欸 幹好難喔 太太太久了 都已經好好好 真的是太太久的東西 純愛手札 對 本本20週年 好這個你也記得 他出獅之本出了好幾十年 對 呃 純愛北斗神拳 很久啦很久啦 那個遊戲 真的很經典 對 很經典 對 真的是真的是藤其獅之 遺憾我還蠻喜歡藤其獅之的耶 可是後來長大之後你就會覺得 阿 藤其獅之 真的也是一個公主病蠻嚴重的人 也不能講公主病啦 怎麼講阿 就你會覺得其實藤其獅之還蠻利益取向的 當然我知道他遊戲的概念不是可是這樣子 就是 你就會變成說你能力都要很好 然後 你才能跟藤其獅之在一起 幹 不行阿 這樣想一下這藤其獅之很勢力阿 那如果我們今天很不熟 藤其獅之就不會喜歡我們了啦 幹 這樣這個故事好難 好讓人生氣阿 好讓人傷心阿 好吧 阿 抱歉 局外話一下好了 呃 說到藤其獅之 說到純愛手札 我記得當年還有一款 戀愛遊戲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不記得名字了 我記得故事來說 他也很像 有點類似純愛手札 但是他的背景是在魔法學園裡面 然後我記得一開始是有一個基友 就是金法的基友 那那個基友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然後 你玩到一定 就是你要跟他的關係要很好 然後在其中一段 好像是放暑假還是怎麼樣 回來他就會變成妹子 他回來 不是青色寶貝 他回來會變妹子 就是他們那個種族是 如果對男生動心才會變成女生 那不然他原本應該是會是男生 就是如果他關係沒有很好 那個暑假結束後回來他就是男生 可是如果你跟他很好 他回來之後就會變成女生 然後他的背景是 呃是有點類似 魔法世界還是魔法學校 我記得是在學魔法的一個 遊戲 嗯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這一片 是金頭 應該是金頭髮吧 我忘記我有沒有記錯了 沒有他本來是沒有性別 沒有那是男性向遊戲 他本來是沒有性別 就是你一定要跟他關係很好 因為我每次前幾輪玩 我玩都是他變成男生回來跟我們 跟我們講話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可以變成女 女性的 應該有人有 應該是如果你們年齡跟我一樣 應該是會有印象這一片 對我有 沒有不是傳愛手札 不是傳愛手札 我知道傳愛手札 的那個管靈院 劍琴吧還是誰 是有類似這樣的段落 但是我確定是有那一片 因為他的背景是 是跟魔法有關 有人玩過 對 有人應該有玩過 欸不是無名指的教科書 無名指的教科書 是HGAN 你覺得以DA這個人格 我這種人格會去玩什麼HGAN嗎 我絕對沒有玩過無名指教科書 我絕對不會知道 當年我知道這款遊戲 是在那個智貫出的軟體世界雜誌上 然後在其中某一頁 旁邊還放著其他HGAN的故事 好 所以現在大家還是 還是沒有得到這一片答案喔 嘖 我對這一片 心動十分 是這一片嗎 心動十分 我來查一下好了 我偷看一下 這個是 我有的時候會突然想起來 這個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不對阿 心動十分是 沒有阿 心動十分不就是傳愛手札嗎 幹 騙我 看一下喔 看到底有沒有人給我這個答案 我真的很好奇 我真的超級無敵好奇 那一片 後來沒有想拿回來玩 有些遊戲就是你長大之後 會很想拿回來玩 一級 欸?! 一級院 好像是捏 一級院 欸對喔對喔 好像是一級院喔 好像是一級院喔 那一片叫什麼名字啊 一級院 欸我看有人貼了很長串 啊 戀愛物語魔法學員 痾 恩 坦白講我也真的沒有印象 好像是這一片 戀愛魔法學員 恩應該應該是這一片沒有錯 然後 痾對 然後封面的那個 女主角 就是 我說的那個就是 男便女的那一個 痾 對對對對對對對 沒有錯沒有錯就是這一片 阿幹太好了太好了好懷念 哪天找回來玩看看好了 好懷念喔 嗯 好懷念 好懷念 超懷念的 完了完了 我開始 我開始老人了 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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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我覺得這開始 這是老人的特徵了 我找一下 我忘記哪邊找到 當時女主角的 而且我記得她的時間帶還跨滿長的 她好像也是從小學一路玩到大吧 嗯 對啊是這一片沒錯啦 對啦這片沒錯 是這片沒錯 好解開我心中的一個解了 太好了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真的解開我 解開我我我我我我我心中 沒有它是一般像的遊戲 它是一般像的遊戲 它是一般一般像的遊戲 對好吧 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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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天來把它 改天來把它 補起來吧 等我哪天 信 信誌 信誌有到的話 對啊一級院雷啊 嗯 沒錯 本來一級院是那個誰啦 那個 他是那個 傳愛守閘的 他叫什麼名字我就有點忘記 好吧 好這不是重點 嗯 好這不是重點 我剛突然突然突然不小心 1998年 哇這麼久以前 呵呵這麼久以前 啊好好好久以前 1998年我幾歲啊 嘶 1998年 不對啊 可是1998年我也才十二十三歲啊 難道我十二十三歲的時候 就在做這種事情嗎 嘶 嘶 嘶 等一下 我十二十三歲就在玩這種遊戲嗎 應該不是這樣的吧 好吧 這不是很重要我們繼續 嗯 然後還有這個啊 這個是 基本上主線你會拿到的 呃 最後的 一張 一個也是 這個我就不講 這個就是 少女與怪物之間的戀愛 不錯 然後 還有 像是這本 欸 這個 這本 殺生怨的 呵呵呵 它是一本 很正規的書 啊那是魔法使的新娘 欸對耶 因為我沒有看魔法使的新娘 拍謝 所以我 所以我一下沒有轉過來 你們現在一講確實是魔法使的新娘 對 這本就是一本 一本 非常 很普通的 一本佛門 啊就是 慢 慢性生活的一本書 欸這本就是一本 慢性生活的書 那它只是在講說 它怎麼樣過了悠閒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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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殺生怨的一天 是一本 是一本全年齡象的 OK 好 然後還有 欸那本在哪裡啊 啊還有像這個啊 機器人 這張構圖 這張構圖是什麼啊 我總覺得這張構圖看起來也很眼熟啊 是塔利塔利嗎 嗯 還是其實機器人作品很多都有這樣的構圖 其實我也想不太起來 還是 傑安特蘿蔔 傑安特蘿蔔也沒幾個人 這張構圖也不確定是 因為孔明 這張孔明是傑安特蘿蔔的那個 橫山逛徽的十節集 對 那 其他人 這張就有點像傑安特蘿蔔吧 嗯 有點像傑安特蘿蔔的感覺 對 反正大概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孔明就是二稿橫山廿 那個 那個十節集的那一隻啊 然後其他還有的像是這個 呃 我們家的圓桌 我們家圓桌 就是傑安特蘿蔔啊 就是機 呃 那個 傑安特蘿蔔啊 就是長得很像金字塔法老王的那一隻 對 主角叫什麼什麼大大界我忘記了 然後這個就是我家的圓桌 基本上就是過著這樣快樂的生活 呵呵呵 一堆廢物 好 嗯 然後還有這個 愛吃拉麵的小全 啊不好意思 愛吃拉麵的安娜塔西亞同 同學 對 愛吃拉麵的安娜塔西亞同學 就是吃拉麵吃到洗腎 嗯很好 好啦反正這一次我覺得日版泳裝 除了劇情我覺得不錯 然後這一次真的誠意也是滿點 對這次誠意真的是滿點 光是這每一張每一張的這個禮裝 然後再加那些敘述我覺得就真的很讚 對真的很讚 所以這一次真的是我覺得完全 這次泳裝 除了啦 真的除了點數有點難農之外 其他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次的劇情好滿意喔 這次泳裝故事我很滿意 那接下來泳裝完了 其實FGO來講日版的話 都是下半年會比較精彩 那FGO下半年就是各式各樣的活動 那包含萬聖節啊 大家都還在期待萬聖節接下來會有什麼 然後聖誕節 這兩個大活動 中間應該還會再差一次主線 所以 下半年大家 就 大家自己好好 顧好自己的錢包 好不好 大家自己顧好 啊泥鹿機 泥鹿機就還好 泥鹿機只是個刷東西 它沒有什麼劇情 所以其實就沒差 對啊 大家顧好自己的錢包 好啦 那大概今天差不多 就這樣吧 今天到這邊也差不多十點半了 我等一下可能還會出去 裝魔術要運動一下吧 沒有啦 我等一下可能出去幫家裡買點東西 順便讓今天出去散散步 好啦 那今天就謝謝各位收看 那我們就到這個地方吧 那下禮拜如果真的還有什麼 許願所或是怎麼樣的話 再聯絡我看看 看有沒有時間吧 好 各位就晚安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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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